第621集 景初元年 丁寺 公元237年 春季正月人臣 山人县奏报说 看见黄龙 高唐龙认为 魏得的是土德 所以他的祥瑞是出现黄龙 应该改变历法 更换服装的颜色 依靠神灵让政治变清明 使得万民耳目一新 明帝同意此意 三月 下诏改年号 以本月为梦夏四月 福色上黄 祭祀牲畜永白 依从天地人三政中的地政 改太和立为景初立 五月初二 明帝返回洛阳 二十二日 魏打赦天下 六月十二日 魏京都发生地震 初三 明帝任命上书令陈角担任司徒 左仆叶魏真担任司空 主管官吏奏请 以五皇帝曹操为魏太祖 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 明帝曹瑞为魏列祖 三祖的祭庙 万事不能毁坏 孙生评论说 嗜好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 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 没有活着的时候 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 没有去世而预先使得自己尊崇显要的 魏国的主事之官 在此是适当了 秋季七月初二 东乡真宫沉脚去世 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 明帝打算讨伐他 命荆州刺史史检担任幽州刺史 秋简尚书说 陛下即位以来 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 无数两国依仗帝氏贤祖 不能很快平定 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来平定辽东 光禄大夫魏真说 秋简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书 不是帝王的大事 吴国年年频繁的举兵侵犯边境 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 修养士族 没有钱去征讨 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 公孙渊生长在海边 子孙三代相成 在外安抚遗敌 在内练兵备战 而秋简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 早晨到达 晚上就能席卷得胜 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 明帝不听劝谨 命秋简统帅各军及鲜卑乌环部落 在辽东南界铸屯 以洗漱征召公孙渊入朝 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 在辽穗应战秋简 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 辽和大长 秋简出兵不力 率军回到右北平 公孙渊成即自立为燕王 改年号为绍汉 是至文武百官 派遣使节 授予鲜卑禅于印袭 对边民封官授决 引诱鲜卑人 侵犯为北部边境 蜀国张皇后去世 九月 益州 衍州 徐州 豫州 发生水灾 西平人郭夫人 十分讨明帝宠爱 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 逐渐消失 明帝游逛后花园 尽兴欢宴 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 明帝不准许 并下令左右的人 不得泄露这个消息 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就问明帝说 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 高兴吗 明帝因为左右的人泄露了出去 一连杀了十几个人 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 然而还是追加嗜好 称道皇后 回丑 把毛皇后安荡在敏陵 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成 担任散其常使 冬季十月 明帝采用高唐龙的建议 在洛阳城南尾肃山上建造圆秋 下诏说 从前汉朝初年 正是秦朝焚书坑辱之后 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 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 四百余年来 四百余年来 礼荒废失传 曹氏世系是有余氏后裔 如今在元秋祭祀黄黄帝天 以始祖余顺配相 在方秋祭祀黄黄后帝 以顺飞隐氏配相 在南郊祭祀祀黄天之神 以武帝配相 在北郊祭祀皇帝之神 以宣武皇后配相 卢江主部履席 秘密派遣使节 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 想要打开城门 里应外合 吴王派魏将军全从 都领前将军朱环等赶赴卢江 到达时 事情败露 吴军返回 诸葛克到达洛阳 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蜀城长官 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将界 整顿部队 已经归越的山越平民 一律射囤聚居 然后又调各将领 率兵聚首险要 只修缮防御公事 不与山越交兵 等到稻米快成熟的时候 即下令士兵收割 使得地上不留稻种 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 新道又没有收成 平民射囤聚居 劫掠不到任何东西 于是山民饥饿难忍 逐渐出山归降 诸葛克遂又下命令说 山民只要痛改前妃 接受教化 都应该抚慰 迁移到外县 不能随意猜疑 拘押待捕 旧阳县长胡炕 获得祥民周仪 周仪原是一个恶霸 迫于饥饿 暂时出山 山民听说胡炕 因为随意捕人被杀 知道官府的目的 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 于是扶老邪幼 大批出山 一年之后统计人数 都跟原来计划的一样 诸葛克亲自统领一万人 其余地分给其他将领 吴王嘉奖他的功劳 任命诸葛克为威北将军 封为都乡后 一驻撸江湾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